大家好 又是盯着这款环节的时间 今次我精选了第一场四班二千的赛事 有一只马争情其实我也是上次跑得挺好的 今次他争情之下应该有机会打响胜利之门 马上重温回上次的表现 跟大家看看这只中橫十六在上一次国庆日 他跑四班千龙的赛事 看见7号那只中橫十六 刚刚出门的时候 橙橙色蓝色那只是粉红色眼罩 在尾四那只是中橫十六 现在见到粉红色眼罩 在二蓝那只是中橫十六 同场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那只正半开心 3号那只 红色三黄色就现在埋难那只 就是大概在第七位那只 都是会和他同场一起跑二千的 争情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这两只马争表现 中橫十六其实就 来了香港也是第二季 表现其实就是 之前没什么表现的 但是刚刚上一场 就是开始有成绩 看到他在这场赛事 其实也算是跑得不错 但是呢 因为刚刚那些马就都比他好一点 看到现在呢 暂时放在头 4号紫色三个就是行征选 6号呢 6号地色三个就是吴富之王 1号呢 黑色三个就是士比菲菲菲 好了 进来直路的时候 看到就是这些 中橫十六在外档那里 一路推一下旗下推一下旗下 2号的家财就是出了刚才 然后呢 再在外面 5号的合伙年代 那个冲刺就比较更高 但是你看到呢 其实这只中橫十六 一路推上来的时候呢 就是 走势都是不错的 他一路觉得他 就好像 图程都真的短了一点 所以呢 这次呢 呂健威就 不要说了 一次过就帮他增情 增到上来二千 我觉得其实这只马争 他也是质身 应该呢 都会是有些机会 还有呢 他始终呢 都会是有些分头 所以呢 你说这一场马 我觉得呢 就简直最近有表现 还有他 都叫做 是质身的马 我就会介绍给大家 这只中橫十六 因为始终 二档119磅 配合巴道 应该就都是 可以呢 有些新鲜感 还有呢 就真的 跑的质素呢 我觉得呢 始终质身呢 是有得去搏一下的 OK 那今次呢 就是 这只环节呢 就介绍了这只中橫十六 给大家 那我可怕 Maphew呢 都会是有好东西推介给大家 还有阿鵬呢 都会在会员深述区呢 就推介给大家 记得做会员了 OK 继续留意我们的节目 拜拜